跟剪断了 我爬到重点去吗 就是 浪费参赛名额 你 退圈 刘翔 史上最惨的奥运冠军 时间回到2004年 十年21岁的刘翔 就以往后奥运会记录的成绩 摸得110名大蓝锦牌 谁知道王者不能拿奥运会前八 我是冠军 捉换消息传回国内 刘翔迅速成为焦点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们国家的英雄 不不不 他代表的是整个亚洲 就这样 刘翔身上开始背负国家 甚至是黄种人的使命 重压下 刘翔05年掌握12个冠军 06年更以12秒88 打破了成统13年的 男子110米兰世界纪录 此时 刘翔一大满贯 只差一个世锦赛冠军 时间崩毁2007年 在世锦赛决赛现场 刘翔赛前高烧 一今年打三天变地 并被分到了情况最差的第九道上 刘翔的朋友们 让我们来屏住呼吸 一起来关注这瞬间即逝的 13秒钟 出发了 快速攻击一个栏 脖子稍微领先 刘翔注意第三位 刘翔按照自己的节奏 在我现在 刘翔加速 刘翔加速 加速 拼了 拼了 刘翔是你带冠军 第一个男子是你带冠军 刘翔 第九道有怎么样 刘翔突然到了第九道实际 这一举让刘翔成为中国田径史上 乃至亚洲田径史第一位大满货获得者 而后面的事 谁也没想到 08年奥运跟剑相对 12年相处第一晋级军赛 却在赛场运到了跟剑 刘翔今天是拼命了 刘翔也从神坛被拉到了无力炫祸的中心 人们对他开展了长达五年的网报 刘翔遭受了一场无法抵抗的网络暴力 评论区成为喷子恶意攻击的战场 为了避免下一个流向 当我们遇到不好的评论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使用抖音最新上线的评论点彩按钮 或取报功能 也许无论是你 我 都能被这个功能默默保护到